好天气实在太热了 今天又是周休假日 游泳池的细水人潮是络绎不绝 尤其呢很多人是一家人 早上就去排队等着要玩水 像是呢今天早上才8点多 大台北地区高温是已经到了32度 但是呢这不像算不算好消息哦 因为今年第11号台风游特 今天凌晨2点钟已经成型了 那么气象局也预估在下个礼拜一 礼拜二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到时候呢会为南方带来水气 替酷热的天气降降温 一大早售票处都是人 等着进场的队伍也免好几十公尺 全都是要来泄水浇消暑 大台北就像大蒸笼 还没到9点温度就来到32度 清凉的水库打在身上实在很凉快 小朋友玩起水枪开心的泡在水里 因为想要玩水 很好 很舒服 应该可以在里面玩 很凉快 连两天台北飙高温10号这天依旧很热 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热低压悄悄在凌晨2点 形成今年台湾第11号的轻度台风 游特 距离台湾还有1000多公里 预估下周一和周二最接近台湾 在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 形成今年的第11号台风名字叫尤特 那他目前在早上8点的时候距离台湾俄罗比东南方大约1400公里的海面 照我们目前预测的路径的话 对直接清洗台湾的机会并不高 根据各国的路径预估 日本气象厅认为台风会经过鲁宋岛并不会直呼台湾 美国则是认为尤特的路径比较偏难 对台湾也没有直接影响 只不过受到了清台外围环流的影响 下周一到周三 东部东南部地区都会出现短暂雨 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台湾带上来的南方水汽 周三到周五全台都会犹豫 温度也渴望降到32到33度 也替台湾这块烤红的红番薯稍微降降温 真心愿和紫硕是用一台北情报道